我本身就是一个资深玩家 其实我在20年前 我还没有出道之前 就已经玩过RO的第一代 那时候叫Ragnarok我记得 那我也蛮期待 可能能够透过游戏 透过音乐 点燃一些很难得的回忆 然后再继续跟朋友们 一起制造新的回忆 现在你手机的RO又回来了 同为成真年代 熟悉的场景 全新的体验 快照上你的玩伴 一起来RO手游 请导青春的回忆吧 一起来体验 保身者都选着 记得回来陪我一起玩哦 见比赛了哦 RO先进传说爱如初见 还记得曾经风靡全球的RO吗 熟悉的BGM 熟悉的冲角界面 想起当年一起并肩作战 疫情冒前的伙伴们 心中热血重新人情 第一 RO先进传说爱如初见 RO先进传说爱如初见 妹妹最爱载具排行榜 第三名 公主飞壳 白哥 骑在粉嫩的大飞壳上超可爱的好吗 装饰小蜡烛和树琴 可以传传仙气环绕 请向她你就是公主 王子还会远吗 第二名 玻璃串串 是玻璃粉丝们的必备材具 这边还跟着布玻璃 和布玻璃 实在是太Q萌了 骑着玻璃串串 老徒变得Q萌起来 实质命对 第一名是 到底是呆黄的羊朵 卡万一的小兔 还是可以飞得月亮木马呢 快来RO先进传说爱如初见体验吧 RO先进传说爱如初见 各位初心者 还记得那些年一起在RO的时光吗 这里有一份初心试卷 快来测测你的初心值还剩多少吧 一 听令送分题 这段音乐是哪个组成的音乐呢 二 选择题 这个剪影是哪个魔物呢 三 判断题 故事请着可爱的羊驼 在普隆德拉欧打玻璃 四 问答题 有一群小野猪长得十分英俊 形容的是哪一种玻璃呢 想知道最后一题的答案吗 你的初心值还有多少呢 快来RO先进传说爱如初见 寻回你的初心吧 RO先进传说爱如初见 RO先进传说爱如初心吧 RO先进传说爱如初心吧 RO先进传说爱如初见 RO先进传说爱如初见 谁在 dir伤吃 老许 中留 召叛 看杂如初 R.O.仙境传说 艾如初见 R.O.仙境传说 艾如初见 O.仙境传说 艾如初见 O.仙境传说 艾如初见